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午安 今天星期一下午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這台車我記得只有開過一次直播而已 那這部車的底盤呢,這台車是Nissan的Lavena 那這一個世代算是二代的Lavena 它的懸吊系統其實跟第一代的TIDA,一般我們台灣就叫小T 第一代的小T呢,它的螺絲孔是四顆螺絲的 那二代的話呢,Big TIDA或者是三代的iTIDA就改成五顆螺絲的 所以它的底盤呢,跟一代的小T,就是TIDA是比較相近的 然後它的懸吊系統呢,前面是麥花城 後面的話是一般扭力量推幣的系統 那車主其實也改了不少東西喔 譬如說進氣啦,或者是輪胎旅圈 都已經有做一個初步的升級 像這個是16吋的,205,55,16 本來的話呢,原廠是-15吋的 那這部車的市場定位啦,其實算是一般的小型休旅 所以它對它的向後懸吊的話呢,它的煞車系統就還是維持股市的 那如果是Big TIDA或者是iTIDA的話呢,它就是後面的話是疊煞 那車主的話其實已經改過其他品牌的改裝避震器 還有照片中這個呢,算是附桶 台灣做的KYB的配上短彈簧的系統 但是車主還是覺得兩個設定呢,都覺得不是很滿意 所以今天的話,有來試乘KT的試乘車之後呢 就決定呢,換成我們家KT的高低還有軟硬呢,都能調整的避震器 那這套系統其實跟KYB的白桶呢,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KT的話是高低,軟硬呢,都能調整 那KYB的這個系統其實算是降低啦 而且它的阻尼呢,其實就比原廠還要來的強 所以KYB的白桶跟那個KT的系統呢 其實整體上的市場需求是不太一樣的 雖然都是改裝避震器啦,但是功能性上也好啦 或者是整體的乘坐感上都是落差很大的 那什麼避震器適合車主的話 最建議車友的方式就是試乘看看 因為現在很多的避震器的廠牌呢,都有提供試乘車 讓大家來做一個試乘的,實測的試乘比較 應該是最客觀的選擇 好,我們來介紹一下這一台車的KT的改裝避震器 那前面上座的話呢,看到這個結構其實跟 Big Tita就很相近,它有三顆螺絲 而且這個世代呢,連這個試蓋呢,新款的Lavina 就連這個試蓋都不用拆了 跟Big Tita一樣,它是一二,這裡還有一顆螺絲 另外第三顆螺絲呢,這個維修蓋 我們把它掀開呢,就能拆得到第三顆螺絲了 那阻尼的調整,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這裡往順時針方向的話 它這樣子就是變硬 逆時針呢,就變軟 這裡有一個SSoft的話就是變軟 那我們也有附上座 上座的軸承材質呢,是日本最大的軸承品牌 KOYO的軸承 所以用料都還不錯 那本來這個是沒有一個圖點 本來的話,它的原廠上座呢 是做一個母孔的設計 那改成改裝變現器之後呢 做一個公孔的螺絲設計呢 在即時安裝的時候呢 會比較順手一點點 這1.6升吧 Lavina 1.6升 這個世代已經變成是CVT的變速箱了 那前一代的話,是四速自排的 那這台車的設定 前面的彈簧呢 我們是配置了6公斤的彈簧 那這些一些的,像是離載串 還有羊腳的話呢 跟我們常常在直播影片上 介紹的Big Tita就很相近 這些固定孔做呢 都一樣 可是呢 Lavina還有舊款的Tita 一般我們都叫小T的 它的離載串呢 它的固定孔呢 是比較小的 這個是M10的喔 Big Tita就變成是大孔的 而且Lavina還有Big Tita 這個螺絲孔具的話呢 也不太一樣 所以有常常車友會詢問的 這個避震器呢 跟Big Tita是不是能公用 是不行的喔 兩個避震器的規格是不同的 而且旅圈呢 一個是四孔 一個是五孔 規格呢 也不太一樣 預計本來 本來車友的 這個KYB的白桶 配上KYB的短單的話 大概是接近三指幅左右 那車主的話 想要再降更低一點點 更霸氣一點點 所以前面跟後面呢 都預計降到大概 一指半左右 一指半左右 那至於用料的部分 我們KT所選用的主尼友 使用的是義大利 一針筒進口的IP主尼友 那油風的話呢 使用的是日本最大的油風品牌 品質最好的 是日本的NOK 所以這些的用料呢 都相當的不錯 那當然啦 這些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 低載串呢 這些都一定得要 符合 原廠的一些相關的安全規定 好 那前面的車高調整呢 就是靠這個腳管的上下位置呢 來改變車高 整體的長度變長 那車高就會變高 那如果整體的長度變短 他的車高就會變低 好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好了 這是前面的部分 LAVENA 那新款的LAVENA 跟舊款的LAVENA 避震器呢 其實是共用的 好 那後面的話呢 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 5公斤 170長5公斤 那上部的話 是HELLO KEY 調整機構呢 是放在上方 這裡這個調整機構呢 如果變長之後 他的車高就會變高 那常常啦 像今天下午呢 有一個那個 MAZITA的好朋友 開MAZITA好朋友 他也是常常看我們直播影片 那在影片當中 常常會提到的就是 彈簧跟避震器 如果分開時候的安裝調整呢 這個就攸關到 技術性 如果呢 我們把這個筒聲 調得太長的時候 他的彈簧跟這個直幣呢 上下是會搖晃的 是會有異音的 那如果呢 這個筒聲呢 我們把它縮短 縮短之後呢 他彈簧就夾住了 他彈簧就會預載過多 就一定不好做 那彈簧一旦預載過多 我們筒聲呢 主你怎麼調 車友的話也都調不出想要的感覺 另外啊 筒聲也會因此而有異音 或者是說 久了之後 筒聲的壽命呢 也會縮短 所以像這樣的彈簧跟避震器 分開的結構呢 後面的彈簧 預載形成的調整呢 就是整台安裝的精髓 那簡單來說呢 後彈簧呢 就是剛剛好碰觸到 再壓縮個3到5mm就好了 千萬不要壓縮過多 這就是後面安裝的時候呢 要特別特別注意的地方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啊 後面的防塵套部分 防塵套的話 這個防塵套呢 是家常的 所以當車高呢 輪胎著地之後呢 這個防塵套會整個把軸心都照住 就不會有這裡 因為這裡有鬆鬆的嘛 這裡不會積水 那防鏽的效果呢 也會比較好 最重要的就是對軸心的銀色這個活塞感的保護呢 是相當的好 因為砂石呢 飛沉的話呢 就不會撞擊到軸心 軸心的壽命就會比較延長一點 好 這個是 Lavina 這個後懸吊的話 其實跟替打都一樣的了 那至於後面的阻尼調整呢 它是設計在 有做一個維修孔 如果有常常看我們直播的車友呢 在BigTita 就會看到 或者是舊款的小T呢 就會看到這個設計 這個維修式蓋呢 我們把它撬開之後 從這個孔徑的上方呢 就能調整得到阻尼了 所以算是有做這個維修孔的設計 其他品牌的車子 像是HONDA的FIT 它也有做這樣的維修孔 就很方便喔 車友的話不用再拆這一整個試蓋了 好 現在安裝到差不多了 只有在安裝後 後上的羅帽了齁 這一款是新款的 Lavina 新款的Lavina 所以這個懸吊系統 大家可以看到呢 後面的彈簧呢 其實算是 原廠的也好 或者是像這個KYB的改裝的也好 它的長度呢 都特別特別的短 所以這一台車呢 最主要的 好不好做的重點呢 就是在後彈簧 那我們KT都有實車 可以讓大家試乘啊 如果車友們呢 有興趣的話呢 都很歡迎來做試乘 那如果有對這台車 有任何的問題呢 也很歡迎跟我們資訊 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